在男人眼中,女人在感情中最掉价的四种行为 中两个就不值钱了 第一,经常索要红包 根据红包决定态度 真爱无法用金钱衡量 但是金钱确实可以检验爱情的档次与质量 但是真心爱你的男人必定愿意为你花钱的 时机成熟之后,他甚至会把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你管 但对于重视物质的女人,他们则会保持戒备 喜欢迎头小利,经常索要红包的女人 大多不够上进,不够独立 他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索取之上 这种自降身段的取材之道会让他们很没档次 第二,喜欢攀比和炫耀 经常在公开场合诋毁或嘲讽别人 女人的兴趣和品位往往藏在习惯中 女人的心态和三观一般藏在谈吐里 异性交往中,聪明的男生很快就会判断出 女生的档次与高度 有一定的好胜心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喜欢攀比和炫耀 甚至通过贬低和炒捧别人来抬高自己 那就会显得没有素质和缺乏教养 这类女生多半不招人喜欢 第三,追求不符合档次的奢侈品 通过高黄品满足虚荣 投资自己固然没有错的 但是不能为了面子而透支自己 睿智的女生会寻找与自身档次相处的消费模式 而盲目追求奢侈品的女孩子 她们一般不会换来尊敬的 人的档次一般是由才华和心境决定的 通过高黄品来满足虚荣心 这种行为会让男生感觉非常的掉价 第四,和其他男生暧昧不清 异性交往,不注意尺度 漂亮的女生固然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追求者 但男孩子最愿意守护一生的 却是那些专一本分非常自律的女生 不管和男生的友情多么深厚 都请在找到真爱之后 迅速撇掉这些关系 不管有再多理由 和异性暧昧不清的行为 其实就是对爱情的一种亵渎 异性交往中呢 不注意尺度的女生 必然得不到男生的重视与真心 所以女孩子们注意了 以上这些行为 在男生心目中是非常非常掉价的 想要得到爱人的尊重和认可 这些事啊一定不要去做